您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Tnews 聯播網 我是主播林芳暖 新聞一開始帶您關心的是 高雄市政府財政 在市長陳希邁上案後表現亮眼 連續三年零舉借 同時還清130多億債務 其中財政局長陳永勝是功不可沒 去年財政局率先取得了發行綠色債券的資格 還推動高雄銀行成立以來最大的增資案 一列串的表現也讓高雄的財政越來越穩健 坐在辦公桌前 平時公文財政局長陳永勝一天工作12個小時 對他而言是家常便飯 上任三年多協助市長陳希邁推動財政改革 開源節流雙管旗下交出漂亮的成績單 我們也突破了過去我們連續三年零舉借 而且我們到去年年底市長 賣賣市長還還還了131億的債務 我想這個非常不容易 在我們目前市長帶我們市府團隊整個開源節流的情況 有這樣的一個在視線啟發我們的各項公共建設 我想大家市民都看得到 達成三年零舉借 累計常在131億元 對財政局來說去年是成果豐收的一年 其中創全國之間發行綠債更讓陳局長引以為傲 我們在整個綠債的部分 我們高雄是全國首創去年我們發行的綠債 那綠債的一個好處它就是第一個又能夠結合整個環境的一個永續 企業的永續還有我們財政的永續 我想三面的永續這樣的一個情況來看 其實發綠債最好的就是第一個又能節省 我們的一個利息支出 第二個又能結合綠能 我想在這樣的一個首創裡面 我想我們市府也在整個市長這樣的靜零的一個政策下 我想我們達到一個目標 另外招商引資同樣成果豐碩 尤其市長上任之後大力推動出餐 金額扶搖至上 前年更達到700億元 要居六都第一 而財政局主導的左營高鐵科技之新公辦都更案 更是未來北高雄發展產業轉型的重中之重 如果高雄左營之新能夠未來招商成功 那個環境整個都不一樣 未來整個廠商進駐 A級辦公進駐 洽工的民眾只要高鐵站一下了 他就可以走粒皮的連通道 直接到達A級的辦公場域 車子地下直接可以開往高速公路 我想整個的一個那邊的一個區域的一個樞紐 我想那一個區塊真正的符合我們台積電 重要的科技產業來臨 我想是最好的一個點 問到市議會剛通過的高雄銀行成立以來最大增值案 陳永勝臉上露出笑容 因為這對市民股東員工及市府來說 無疑是多銀的局面 在地銀行它其實很多的市民需要的很多 就是包含首購、中小企業的貸款、廠房貸款、綠能貸款 我想這些都是民眾所需要的 那你股本不夠大 你做的業務量就不夠多 所以我們從三年來 其實各位看得到我們高雄的這三年來 獲利都一直在創新的 我想這是好事 局長陳永勝認為 高雄這幾年在市長陳其邁帶領之下 不論招商引資、產業轉型 都有亮眼的成績 但他相信 唯有繼續堅守財政紀律及開圓截流 市府的財政才會走得更加穩健 誰會賺的一段 感谢观看